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鳳凰早班车 我是黄丞子 首先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重点新闻 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一班选举19号圆满结束 经过通宵点票 选举结果于20号凌晨陆续公布 这次总共有4889名登记投票人 4380人完成投票 投票率接近9成 林郑月娥发表声明 指此次选委会选举 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 首场选举 象征着特区政治体制 落实爱国者之岗原则 坚持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 当地时间19号晚结束投票 在已经点算的三成选票当中 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 得票超过四成暂时领先 俄联邦共产党得票位居第二位 而相较往届 统俄党支持率有所下滑 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潜艇协议 导致法美之间出现信任危机 法国在野党代表纷纷表态 若事件得不到满意解决 法国应该退出北约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 将会与拜登通话要求澄清事件 阿富汗潘杰西尔省省长 在接受凤凰卫序的 独家专访时表示 目前潘杰西尔省全境 已经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 当地战争已经基本结束 大部分地区恢复正常 而反塔利班武装首领 小马苏德不知去向或已经逃亡 今天头条 带您来关注到 香港选举委员会 戒别分组一般选举 投票在19号结束 经过通宵的点票之后 选举结果在20号凌晨陆续公布 目前已经有10个戒别分组的 选举结果都已经正式公布 经过通宵点票后 13个戒别分组的选举结果 在20日凌晨陆续公布 首先公布的是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原境界 一共有17人进逐15个议席 选票主任在台上 逐一公布每个参选人的得票 之后是保险界 由20人进逐17个议席 由于得票第二滴的共有两人 结果要抽签 决定最后议席 其他界别分组方面 法律界由16人进逐15席 当写人包括全国政协前常委 刘汉权 行政会议成员 汤家华等人 另外竞争最激烈的是社会福利界 23人进逐12个议席 其中三人得票相同 需要抽签决定最后两席的归属 希望可以我们这些当选的选委 可以利用这个新的角色 可以更加多的机会 为社会福利 香港社会福利服务 真正做一些实实在在 帮助香港社会 香港人的事情 根据新选举制度安排 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 扩大到五大界别 合共1500人 其中有13个界别分组 364个席位 由412名候选人进逐 这次选举一共有4889名登记投票人 其中4380名投票人完成投票 投票率大约90% 其中法律界 建筑 测量 都市规划 及原境界和科技创新界的投票率最高 达到10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 在20号早上召开发布会 他表示这一次运送点票箱 往点票顶站以及点票过程 时间都超出了预期 做法不理想 他也为此道歉 冯华清晨6点左右会见媒体 他对于点票工作研制清晨 尚未全部完成 表示非常抱歉 他解释 在投票结束之后 票箱陆续运往票站点票 二旦期间 由于核实工作 有不相符的地方 以至于点票工作被迫多次停顿 直到凌晨3点 才能够公布首个点票结果 出不了解是由于有同事 处事缺缺灵活性 遇到问题时 没有马上寻求协助所致 香港选举委员会 戒别分组一般选举结果 选举结果是从今天凌晨的3点 已经是陆续的公布了 刚刚就是在6点15分左右的时候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 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冯华是会见了记者 他表示此次的选举过程当中 投票的过程是非常顺畅的 但是是运票以及点票的过程 时间是超出了预期 他表示相关的部门 是会检视这个过程 以日后来做一个提高 香港选举委员会 戒别分组一般选举 是香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进行的首场选举 选举委员会的委员 是会由三种方式产生 第一种方式是当然委员 第二种方式是由提名产生的委员 第三种方式就是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在刚刚陆续公布的名单当中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首先法律界的名单当中 就包括了香港的资深大律师 香港行政会议非官首成员 汤家华 以及是香港的监警会前主席梁定邦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界别 例如是教育界是刚刚公布的一个界别 教育界这一次点票时间是比较长 相信除了与工作人员 对刘成的一些稍微的一些不熟悉之外 还与教育界的投票的人数比较多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同时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的当选人 名单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院长 如丑猫 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个投票以及点票的过程 那投票是在昨天的早上9点开始 投票站就已经是陆续向这个投票人开放 那持续了9个小时之后 投票站是在下午的6点就已经是关闭了 那投票站的投票 这个选票是陆续被送往了 这个位于会展中心的这个中央点票站 那在昨天的9点15分左右的时候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 以及是选管会的主席冯华 就是已经是将这个投票箱里面的这个票 是倒出来 那从这个时候 这个点票的过程 就是已经是正式开始了 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些最新情况 现在先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的 感谢新闻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另外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9号在选委会戒别分组一般 选举投票结束之后发表声明 指这一次的选举是完善香港特区 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选举意义重大 也象征着特区政治体制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坚持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支援 林郑月娥表示 选委会在完善后的选举制度下 肩负重要功能 包括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 和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 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 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 由40个戒别分组 共1500人组成的选委会 有广泛的代表性 符合均衡参与原则 选委在选举过程中 提出的政纲和与市民的互动 都展示了对社会的承担 而接近九成的投票率 也反映各界别分组成员 对新选举制度的支持 林郑月娥感谢特区候选人 资格审查委员会 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举事务处和所有工作人员 在落实完善选举制度的 每一个环节 严格依法办事 令选举在公开 公平和诚实的情况下进行 这次选举顺利实施 多项首次采用的优化措施 包括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 及特别排队安排等 为日后的选举达好了基础 林郑月娥说 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 将总结当日在各投票站 安排的实践经验 供日后参考 并会继续与选举管理委员会 和选举事务处等相关部门 保持紧密合作 为接下来的立法会 万级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 逆备全面和周详的计划 全力确保选举善和顺利进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持续9个小时的 香港选举委员会 戒别分组一般选举 在19号下午6点正式结束 晚上大约9点10分 开始点票工作 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 主席冯华就表示 这一次选举 积累投票率接近9成 三个戒别分组投票率 达到百分之百 持续9个小时的 香港选举委员会 戒别分组一般选举 在19号下午6点正式结束 投票站工作人员 举起投票已完结的牌子 各个投票站的选票 都陆续被运往 位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 中央点票站 晚上9点10分左右 香港政治及内地数据局长 曾国卫 及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 和洪华共同到出票箱内的选票 点票工作正式开始 洪华在随后见记者事表示 此次选举累积投票率接近9成 今届选举委员会 界别分组一般投票 是已经在下午6点结束了 是大约有4380人 已登记投票 投了票 累积投票率是接近九成的 投票率最高的三个界别分组 是法律界100% 是有30名投票人投了票 建筑界100% 55名投票人投了票 还有科技创新界 100%是有54名投票人投了票 凤华表示选举期间 选管会共收到五宗相关投诉 两宗涉及选举安排 两宗涉及资格问题 余下一宗涉及选票文字太小 风华微视陆希文香港报道 再来关注最新消息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 9月20号发表谈话表示 香港特别行政区 于19日顺利举行了 2021年选举委员会 界别分组选举 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国安法实施 选举制度修改完善之后 的第一场重要选举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而这次选举是全面落实 爱国者治港原则的 一次生动实践 充分展示出香港 由乱转治 由治即兴的新气象 和新希望 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 有利于香港民生福祉的改善 有利于一国两治实践 行稳致远 另外 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 在9月20号也最新发表了声明 表示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 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19号圆满结束 1448名新一届选举委员会 委员顺利产生 顿此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而这次选举贯彻了 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彰显了新选制的进步性 优越性 是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上 迈出的重要一步 另外 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选委会当然委员 谭耀宗 19号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 他表示这次选举过程 比较顺利 强调最终产生的委员 都会是爱国者 这次我们通过有的国安法 有了完善选举制度以后 我们现在变得就理性了 所以今天我的整个选举 比较顺利 而且你看最后产生出来的 委员都是爱国者 而且都是有担当的 有能力的人 在香港社会 做了长期的服务 而且对国家也有认识 也有理解 比较熟悉过程的 所以觉得这个为未来 我们香港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融合国家发展大局 就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在位于香港九龙公园体育馆 的投票站 三位全国清联委员选委会 第五届别自动当选委 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 也表示 希望将青年的声音带进宣委会 香港青年现在现有遇到很多问题 例如就业上的问题 创业上的问题 甚至置业上的问题 房屋的问题 种种这些问题 作为一个执行者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落多些地区 和会见多些不同界别的青年代表 和精英代表 和不同的地区基层的青年人士 希望将他们的声音可以发挥出来 我们在这段时间 和青年学生接触之后 发现有几个问题 他们比较关注 第一个是他们对香港的前途 和自身发展的信心 还是比较弱一点 青年问题是香港其中一个难题 加入了青年的代表之后 我相信青年学生的声音 可以更好在施政的政策里面 可以得到反应 我希望我当选选委之后 可以通过选委这个渠道 多方面去将我们青年联盟的声音 带入政府 令到政府可以制定 更加贴地的青年政策 帮助香港青年有更好的发展 有投票人在投票之后就表示 希望能够选出未来为香港 把好关的选委会委员 也有投票人表示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设立 为选委会选举前提前筛选出爱国者 令到投票人能够更放心地投票 周日一早 位于香港沙田大会堂的一般投票站 有不少投票人抵达展开投票工作 作为新界分区委员会 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 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界别分组投票人的李世荣 同时担任着这个纪别分组 候选人的角色 他在完成投票工作后表示 希望在投票人积极参与投票后 选出未来为香港把好关的 选委会委员 选民是出来踊跃地去投票 选出能够代表你的选委 在未来的日子做好把关的角色 选好爱国者 担任部分的立法会议员 和未来的行政长官 今天当选的选委 希望能够是一个新的开始 未来是要做好选委角色 如何做好一个桥梁的作用 和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 反映业界一些的心声和意见 港九分区委员会 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 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界别分组投票人 郑庆台表示 这一次选举的不同 是早前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帮助投票人提前对各位参选人 进行了筛查 确保候选人都符合爱国者标准 其实中央帮助香港 完善了这个选举制度之后 就看到市民真的很平和 大家集中精力 推出一些有能力的外国者治港 香港有很多问题 民生问题 其实需要去完善 需要去发展的 我觉得未来最重要 就是集中精力 搞好经济 同样作为港九地区委员会 界别分组投票人的谭德开 在完成投票工作后表示 票站内的投票队伍 竟然有序 投票工作也很高效 刚才整个投票的过程 是非常之顺利的 也都是改变了以往 人手投票的方式 今次全部用电子投票 所以整体其实都井言有罪 大概都是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都能够投到票了 这里都是很欣赏 政府能够接受了市民的意见 无论有关外队 以至到整体电子投票 都非常理想 香港选举委员会 共有40个界别分组 其中13个界别分组 需要通过19号的选举投票 产生部分或者全部委员 富翁卫视 吴星纯 香港报道 好 相关话题 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 吴雪岚女士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吴女士您好 早上好 陈子 这次作为香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的首场选举 您认为这次选举的重要性 和意义在哪里呢 我认为香港选举委员会的选举 顺利举行呢 是为香港今后由乱到制 由制到新呢 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 香港选举委员会呢 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 今后呢 他就会为12月份的立法会选举 以及明年3月的行政长官选举呢 都垫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而且呢 选民基本上也都是在 同样的一个范围内 这就可以避免啊 以往发生的为了选举 而去做很多的政治秀 然后让在立法会选举 以及行政长官选举之前呢 有大量的时间都去做了拉票 或者其他的一些选秀活动 分散了原来把 用于香港治理的一些时间 现在就可以回归到正轨了 那么另外呢 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呢 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中心的要件 然后今后我们就不会再看到 以前香港的立法会 动不动就会给行政长官 以及香港政府的运作呢 去添堵 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刷存在 当然也有一些人呢 是出于自己的一种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不可否认 曾经在香港立法会里面呢 还有一些人和境外势力 勾结得非常之深 那么现在选举委员会呢 本身他们就是经过了 安全法选出来的 然后在他们这个筛选之下 我们可想而知 今后呢 他们是可以提名行政长官 然后还有90名立法会议员中的40名 由他们提名 然后最终呢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选举 都会经过选举委员会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考核官 再有一点啊 选举本身不是目的 选举只是手段 所以选举出来的人呢 最终是要参与香港的治理的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在这次选委会的选举过程当中呢 爱国者治港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 另外还有五个善鱼 就像五把尺子一样 希望我们选出来的人都是 既爱国爱港又有德有能 既是贤又是能 那么这样的人今后在管制香港 在帮助香港尽快恢复 从不稳定到稳定 从乱到新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就可以全心全意的 来做自己的事情 避免了以前大量的政治消耗 所以我想呢 选举委员会这次 非常顺利的进行了一场选举 可以帮助今后香港的选举制度也好 整个的政治生活也好 都是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 陈子 是 好的 感谢吴女士 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先去一下广告 下一节环球聚焦 带您关注更多的国际消息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 当地时间的19号晚间 结束历时三天的投票 初步点票结果显示 总统普京支持的执政统一俄罗斯党 得票领先 不过支持率将较往届有所下滑 投票结束之后 票站随即关闭 点票工作随即展开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 在已经点算的三成选票当中 统俄党暂时得票45% 而俄联邦共产党得票率 又为22% 位居第二 有票站出口调查预测 统俄党最终会以超过 45%得票率取胜 而在2016年上一届杜马选举当中 统俄党得票5成4的选票 有批评者就认为 这次选举是一场骗局 当局在选前打压反对派 大量反对派人士被禁止参选 另外有独立监察选举机构声称 记录到投票期间 多次的违规行为 包括有观察员受威胁 票箱被塞入假选票等 莫斯科时间的9月19号 第八届俄罗斯国家 杜马选举投票结束 上一届包括统一俄罗斯党 等四个政党 再次进入到杜马门槛 而在这一次选举当中 还出现了非议会政党 新人党得票表现不错 现在第八届俄罗斯国家 动马选举已经结束 而且点票正在进行之中 但是初步的结果已经显现 在此次的俄罗斯国家 动马选举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黑马 俄罗斯新人党 当然了 历史都是在变化 这些非常严重 现在我们的 специалист 都会发生了射程 特别是在上海 都会发生了我们的网站 就是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照片 那些就会发生了 不过根据到 香港和我们的照片 可以发生了 和我们的照片 和我们的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 我们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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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照片 和我们的照片 那些协讯 它就能够 也就能够 以为我们的 在我们的 在此屆的俄羅斯國家動馬選舉中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記者左側的這個大屏幕 這都是各地的這種選舉的 實時的數據 當然在此次的選舉中 還發現有很多這個尾票的現象 包括五千多張的選票 在選舉第一天結束的時候 就被取消 特別是在此次的選舉中 還可以看到選票率最低的 包括聖別的堡地區 圖拉地區等等 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他們在第一次進行 新的新的審査編劃 非常強烈的社會 所持有所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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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保障給我們的國家 能夠成為主權的權力 當然在莫斯科地區 投票率還是相當的不錯 特別是在線上的 投票呢 都是占93%以上 那么以上呢 就是父皇卫视 卢宇光 怨利叶 萨维 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报道 在澳大利亚撕毁和法国的潜艇协议 导致法国和美国之间 出现了信任危机 法国国内在野党代表纷纷表态 如果事件得不到满意解决 作为报复 法国应该就此退出北约 此外 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总统马克龙将会在未来几天 和美国总统拜登同电话 要求澄清时间 在澳大利亚单方面 撕毁法国潜艇合同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 始终没有做出正式表态 而国内在野党代表 都认为这是其外交政策的 重大失败 并提出法国必须做出强势回应 并退出北约 宣布参选明年总统大选的法国右派代表 贝特朗也在接受法媒采访时公开指出 应敦促尽快召开北约特别峰会 并把法国撤出北约的问题摆到桌面上 另外 来自法国政府方面 发言人阿塔尔也强调 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矛盾 而是关乎法国 欧盟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规划问题 同时 阿塔尔还表示 未来几天 马克兰会同拜登通电话 要求澄清事件 本月21号 在纽约将举行第76节联合国大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外交部长 乐德里昂都将出席 届时双方将如何表态 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凤凰卫视 金亮临平 法国 巴黎报道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市民制止疫情》 《市民制止疫情》 新立 行政 与中共重要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清兵 早上好 可以听到吗 我承子 有 听到 承子早安 很清楚哦 好清楚 谢谢 谢谢 好,OK,謝謝你 對,謝謝 好,OK,謝謝 歡迎回來 再來關注到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周日透露 在早前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面時 曾經提到香港和內地通關的問題 並且稱雙方將會儘快 安排專家對接 商討相關事宜 我昨天也跟韓正副總理說 我們已經超過一個月 是本地清零 我們的外防輸入 已經做到非常嚴格 我們亦都有足夠的檢測 和檢疫設施的能力 而香港的市民 亦都是非常之熱刺期盼 可以免檢疫回內地 無論做商務、公務、探親、上學 韓副總理是非常明白的 所以他說他亦都得識 我早前提出了一個建議 就是由雙方的專家對接 差不多即場他都要求 有關部門要跟進 特首要求儘快安排 這場專家對接 所以暫時只能跟大家說 我們就做好準備 跟內地的專家 包括衛健委的專家對接 希望能夠爭取到 早日是逐步有序通關 再來關注到灣區聲明月 大灣區中秋電影音樂晚會 21號晚間將會在深圳舉辦 眾多內地、香港、澳門、 台灣的音樂人、電影人 將會齊聚越港澳大灣區 共同唱響樂園之歌 主辦方19號官宣第二波藝人陣容 包括了多位知名音樂人和電影人 主持陣容方面 鄧超及謝霆鋒等三位電影人 將會搭檔來自 粵港澳大灣區的夥伴 包括了鳳凰衛視主持人田川 以及澳廣視和深圳衛視主持人 總導演表示 本次網會以團聚團圓為主旋律 以電影和音樂為媒介 邀請內地觀眾、港澳台同胞 全球華人共享電影之美、和和之美 共同感受大灣區的文化氣氛 歡慶這喜慶和溫暖的團聚時刻 晚會由紫晶文化集團、鳳凰衛視等主辦 將通過多家內地電視臺 以及鳳凰衛視等港澳電視臺播出 內地在19號中秋假期首天 群眾近郊出遊、中短途旅遊增多 部分地方高速公路出城方向、 城郊地區以及旅遊景區周邊道路 交通量、流量是明顯增加 預計20號部分城市出城道路 和通往景區道路 仍然會持續高位運行 公安部交管局表示 全國71條高速公路500個 重要節點的監測數據顯示 從18號的12時至19號12時 流量環比前一天上升11.72% 同比去年下降37.5% 截至19號晚間的6點 沒有發生長時間大範圍的交通擁堵 未接報一次死亡5人以上的 道路交通事故 鐵路方面 全國鐵路19號預計發送旅客 1050萬人次 預計安排加開旅客列車705列 全國民航預計運送旅客 接近110萬人次 預計執行航班12000餘班 全國交通總體平穩有序 臺灣方面今天也有哪些新聞焦點 我們把畫面交給住 臺北記者林清斌介紹一下 清斌你好 好了 晨晨早安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早上好 報紙消息就首先來看到 今年的中秋節 臺灣也有四天的連續假期 各地就湧現了出遊的人潮 知名的景點例如墾丁 荷環山等等 都出現滿滿的遊客 不少的景點還啟動了總量的管制 甚至還亮起了人潮的警示紅燈 但是擔心疫情會出現變化 臺灣的疫情中心也喊話 強調放鬆出遊不代表能夠 防疫就因此而鬆懈 戴口罩 維持社交距離 仍然是必要的 臺灣的報紙消息繼續要看到 是政治方面的話題 國民黨主席選舉最後倒數 棄保效應也因此發酵 國民黨籍的縣市首長 暨雲林縣長張立善 率先表態支持朱立倫之後 南投縣長黎明珍 以及台東縣長饒慶林 也都表態要挺朱立倫 朱立倫的陣營就指出 棄保是假議題 但是也反映了基層的焦慮感 江啟成則表示 國民黨現在因為互打嚴重 已經有分裂的危機 接著今天臺灣的採訪重點 同樣是跟國民黨主席有關 國民黨主席選舉 將在9月25號要投票 本週就是選戰的黃金週 國民黨在歷經前一段時間的 黨內紛爭之後 恢復了政見會的舉辦 今天將在桃園市舉行第四場 也可能是選前的最後一場地方政見會 四位候選人將會向黨員 來陳述理念以及政見 我們也將會帶來現場的報導 最後來關注的是 臺灣的疫情二級警戒 原本是延長到9月20號 也就是今天 之後是否會朝向降級 或者是分區的鬆綁 臺灣各界都非常的關注 疫情中心也宣布 9月21號到10月4號 全臺是維持二級警戒 但是可以有些部分的措施 會適度的鬆綁 目前放寬的方向就是朝向 部分大型場所會拿掉人數的上限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來自台北的新聞 以及採訪重點 再將盡頭交還給香港城市 好的 感謝清斌 我們帶來的最新介紹 接下來一起關注財經消息 香港股市在上週受到了 多重負面因素的影響 終止周線三連升的走勢 恒生指數一度跌至 超過10個月的低位 再度失守了25000點大關 內地針對科網平台的監管行動持續 加上恒大集團債務風險擴大 衝擊港股氣氛 恒生指數全周呈現急速下行走勢 周五受到美股拖累 一度觸及24424點的超過10個月新低 隨後在A股回升拉動下 反彈到24920點作收 累積全周集錯1285點 跌幅是4.9% 恒生科技指數全周則累積下錯 4.4% 大型科網股包括阿里巴巴 騰訊 京東等都從全周低位回升 掌握本周受到中秋假期的影響 互生港股通要到周四才恢復開通 而港股大盤成交 預料相對淡靜 另外 美國股市在上周震荡走弱 三大指數周限都是以下跌作收 掌握本周投資者 將會聚焦周三公佈的議席結果 美國股市上周震荡走弱 市場擔心政府將會調高企業稅率 以及美聯儲開始縮減買債 投資者表現審慎 總結上個星期 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不足0.1% 但已經是連續第三個星期錄得下跌 標普500指數則下跌0.57% 納斯達克指數也下跌0.47% 兩項指數都是連續第二個星期錄得下跌 本周初將有一系列房地產相關的數據發布 包括9月房產市場指數 8月新屋開工 營建许可和乘屋銷售 美聯儲周二起一連兩天舉行議期會議 並在周三公布議席結果 市場普遍相信美聯儲不會加息 更不會立刻啟動減少買債行動 但關注官員們對之後減少買債行動的表態 至於上周 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和9月PMI出職 都會在周四發布 8月新屋銷售則在周五出爐 另外本周也有一些大型企業公佈業績 包括好事多 耐克和聯邦快遞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好 去一下廣告 下節回來等您關注其他消息 稍後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凤凰卫视的采访团队 前往阿富汗潘杰西尔省期间 潘杰西尔省省长 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 这也是自 潘杰西尔省爆发战斗以来 省长首次接受进入当地的 国际媒体采访 他表示目前 潘杰西尔省的战事 已经基本结束 反塔利班武装首领小马苏德 可能已经逃亡 就在凤凰卫视采访团队 进入到战争尚未结束的 潘杰西尔省后 我们独家采访到了 坐镇指挥 整个潘杰西尔省战争的省长 省长表示 目前潘杰西尔省权 已经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 当地的战争已基本结束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位于潘杰西尔省省政府的大楼内 我们都知道 潘杰西尔省的战况 一直还在持续 也是备受世界关注 潘杰西尔省的省长 是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 那么这也是自潘杰西尔省 发生战争以来 那么第一家进入潘杰西尔省 进行采访的媒体 那么现在通过 潘杰西尔省省长了解一下 目前整个潘杰西尔省的战争 和局势是怎么样的 潘杰西尔省省长还向我们表示 自从主要抵抗武装首领前 副总统萨利赫逃往塔吉克斯坦后 反抗武装便节节败退 而目前另一个反抗武装首领 小马苏德也不知去向 他表示小马苏德可能已经逃亡 而当记者问到是否巴基斯坦在潘杰西尔省的战争中 向塔利班提供空中支援时 瓦西克省长表示 这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护卫邻居 两国彼此相互尊重 我们绝不允许巴基斯坦或任何国家 干涉我们的内政 凤凰卫视特派阿富汗记者张庭峰 潘杰西尔省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上个月15号宣布 将于本月20号提前举行 第44届联邦众议院选举 他当时说决定提前大选 是为了确保加拿大人的 安全与经济繁荣 不过民调就显示 民众对于这番话并不是完全接受 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 支持度目前只有32%左右 轻微领先最大反对党保守党 大约两个百分点 胜选的优势并不大 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 目前在联邦众议院338个席位中 占155席 未获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 政府随时可能应反对党的 不信任投票而下台 根据加拿大法律 联邦众议院选举 每四年举行一次 上届大选于2019年10月举行 下一届大选应在2023年10月 但特鲁多提前了 足足两年举行大选 特鲁多解释 他需要人民的再次授权 去带领国家抗议 包括推出数以10亿加元计的 经济复苏计划 不过反对党就质疑 他借新冠疫情捞取政治资本 他8月中宣布提早大选时 民意大幅领先反对党保守党 但之后民意滑落 分析认为主要是民众抗议疲劳 对经济前景不乐观等等 即使自由党宣称 如果连任成功 会花数十亿元应对疫情 以及对首次买房子的民众 给予资助 也没能刺激选情反弹 因此自由党内部有不少人 私底下埋怨特鲁多提前大选 民调显示 加拿大民众最关心的 还是本身生活 但8月 加拿大消费物价指数 同比上涨4.1% 为2003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 显示民众生活更为艰难 加上楼市过热 疫情没完没了等等 均打击特鲁多的选情 现年49岁的特鲁多 2015年上台 2019年连任成功 今次大选高开低走 能否二度连任 有分析认为难度不少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欧洲人远征美洲大陆的殖民史 是美洲原住民 不堪回首的血内史 而加拿大正在持续发酵的 无名坟墓事件 就是这一段历史的最佳见证 它证明了当年加拿大政府 为了同化原住民 大规模地设立寄宿学校 最后一索要到1996年才关闭 期间有大量的血统死亡 有原住民也说 那些学校犹如集中营 难怪有分析指示 这是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 而凤卫卫视报道团队 在原住民区域采访到了 当年的受害人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加拿大原住民调查系列报道 5月以来 加拿大多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 发现无名坟墓和儿童遗骸 涉及上千条人命 包括很多不存在于 现存档案中的死亡个案 具体地印证了2015年 加拿大相关报告指 在百年寄宿学校制度下 有数千名血统死亡 而且当年提出的寄宿学校学生死亡率 已经比得上二战期间 被纳粹德国拒压的 加急囚犯死亡率 有舆论直指 实施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 是种族灭绝 国际社会对种族灭绝的定义 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 消灭某一民族 人种 种族或宗教团体 而1883年 加拿大首任总理麦克唐纳 授权建立原住民寄宿学校 宗旨正式要同化原住民 有原住民救助中心负责人形容 那些寄宿学校犹如集中营 当年 原住民儿童 被强制入读寄宿学校 他们一进校 身上的印第安打扮就被换掉 校方甚至涉嫌用杀虫剂 学生在校内不可以说母语 和保留宗教习俗 并要改用西式姓名 有时候他们甚至只是一个号码 很多学生在校内遭受虐待和性侵犯 还有人被拿来进行人体实验 有学生不堪受辱而刺杀 有学生不堪受辱而刺杀 或在偷走回家途中遇难身亡 加上当局拨款有限 学校火石和医疗卫生设施不佳 学生容易感染肺结核等疾病 缺乏防火设备 也让学校不时发生大祸 历代联邦官员明知校内情况 但不作为 最终大量寄阻学生死亡 即使活下来 很多原住民毕业后 已不懂母语 无法回归到部落文化 也融入不到主流社会后 已酗酒烂药治疗创伤 令健康受损 他们也容易出现家暴等问题 获言下一代 曾经入读技術学校的人数 有多达15万 难怪有分析认为 这是种族灭绝 他们必须要认识 这是错误 但川普也不想认识 这是犯罪 但其实有五个犯罪 《凤凰卫视》 加拿大团队报道 《慧垂金华》《凤凰秀视频》 下面进入我们特别制作的 短视频环节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